来自外地的女子突然失踪了 她在台湾没有亲人 没有人抱紧邪寻 要是没有这只小狗胖胖 她的尸骨只怕从此深埋在地底 永远不见天日 胖胖平常很喜欢到田里头溜达 而这一天呢 她从田里头叼回了一只 好像是女人左前臂的东西 主人一看觉得心里有点毛毛的 但是安慰自己说 这可能是山里头的猴子吧 把她丢回田里 没想到隔天 胖胖又叼回了另一只 冥冥当中难道有人在指的路吗 主人一看不得了 赶快来报警 警方到了现场之后地毯式的搜索 没有想到这两三天 竟然是一无所获 他们再度回到现场 请出胖胖来帮忙 而这一回胖胖非常肯定地 朝着田里头的一个方位走了过去 她有办法秀出破案的关键吗 台南淳浦小镇宁静午后 小狗胖胖老爱往田里跑 郭主任吴先生从事此点的生意 忙着切磕铁条 这一天胖胖叼了东西回家 我以为是他叼这个盒好像是 头三来去五了 吴先生拿起铁匣随手往农田扔去 家旁边出现像手的断枝 没敢想太多 心想丢了就没事 但是哪知道两天后胖胖又叼回来 我没有说他再加东西回来 我就反对一下 我猜就再加一支了 隔天夫妻俩带胖胖去散步 他又直往草丛里钻 吴先生心想不会吧 我心里就紧张一下而已了 可能是我丢出去这次再咬回来的 可是不是 不同样 不同样 定睛一瞧 吴先生头皮发麻 好像是人的手 拧人的手 看到的时候 小块拧 怪怪的 警方接到通报一查 草丛中发现的 居然是女子的右前手臂 派人一找 15公尺外又找到左前手臂 这下不得了 出人命了 对啊 很胖 很吓人 有吓到 有有有 有吓到 警方找来藏医社和工人 协助搜寻其他身体部位 大规模地毯式翻片了 却没下文 一直往这边跑 很奇怪那一天 我就跟藏医社的那个先生说 你跟着他就对了 说也奇怪 三天来警察骗询不着头部 胖胖像是有感应 一来就有进展 就在那棵树底下 他把那个头颅咬出来 咬出来 咬出来外面 这不第一点就这么点吧 早很久了 就找不到 两三天都找不到 偏偏狗来了就往这边钻 可能是要透过这一只狗 帮他伸冤吧 警方动员上半人力 72个小时 对住家旁500公尺外这片田地 方圆两公里彻底搜找 眼前这一袋东西层层包裹住 警方打开一看 是颗头颅 由内而外就是 第一层就是一块枕头部 那第二层就是 一个黑色的塑胶袋 第三层是超商白色的塑胶袋 那旁边还有 那个一个比较大的尼龙皿袋 还好有胖胖 两只手臂连头部都找到了 深埋土里的冤屈 这才曝光 但是当物知己要知道 他是谁 死者的话那个头颅 我们因为头颅有腹烂掉 那耳朵的话 他都有钻耳洞的痕迹 对 那左边的话 左边的耳洞 他已经密合了 那右边的耳洞还可以贯穿 检检描绘出死者疑似容貌 画像中女子 是哪个人的太太 或是谁的女儿 中秋节晚上啊 大概深夜一点 我们还到现场附近 在那边想看看有什么办法 可以查到死者的身份 当然我也想说 看能不能他托梦给我 案子陷入胶着 警方心灰意冷 这时候一通关键电话 远从三百公里外的台北 打进来 小钟打电话进来 他说这个我们提供的特征点 跟他以前的一个女朋友 很像 小钟是在台北餐厅工作的厨师 看到新闻报道台南命案 女子牙齿内爆 还有包裹头部的枕头套 好眼熟 会不会就是他的女友 那个二十八岁 从越南来工作的阿妙 有索取到那个 他的照片 可能的照片嘛 那我们就拿来比对 右外车的门牙的内爆 以及他的中央门牙 偏右 这些特征都完全一致 所以就是非常的巧合啦 露出曙光 警方觉得有机会 拼凑出越来越多线索 办案得有凭有据 检警大费周章 找到阿妙住在越南河内的妈妈 我们刑事局住越南的联络官 千里迢迢地从这个胡志明市 到越南的河内 去跟家属约见了以后 然后去取得这个 这个标准的监定 来做DNA的亲属鉴定 相隔一千六百多公里 台湾越南两地警方 跨过合作 大家同心协力要追出 死者会是阿妙吗 我也是很担心 那因为比对的时候 从通知机场拿到检体 大概晚上十一点多 那早上的时候大概五六点 我也睡不着了 整个晚上在那边睡不着 五六点我就在那边等电话 看看有没有 是不是已经比对出来 是不是那个死者就是那个离死 电话铃响捎来好消息 DNA证实 死者是来自越南籍的阿妙 只不过他到台湾工作 怎么连命都没了 更惨遭分尸 男友小钟打来重要电话 还一眼认出包头的枕头套 是他买给阿妙的 小钟带我们回到之前跟这个死者 阿妙然后住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也 他也提供很多 他死人用名给我们看 其中有一样很重要就是 他的所谓枕头套 枕头巾 跟我们在命案现场 发现的枕头巾是吻合的 可是警方一查觉得怪 小钟和阿妙各自有家事 为什么一开始没说 是想隐瞒吗 这段地下情 有没有可能是杀人到火线 警方到阿妙 位在新北市淡水租屋处 明察暗房 追到一条关键线索 他24号那天 我看到一个男子 偷了一个行李箱 行李箱内该不会装了尸块 这会是第一现场吗 而拉行李箱的男子 是小钟吗 就是你来这边要找谁 他说他就抄了一 他讲那个话 就一听起来就知道 不是我们本地人 他就讲一句说 我要去那里帮人家搬东西 他讲的话就不是我们标准的台湾 他就知道这不是我们本地人 可疑对象抄外国口音 死者是越南人 从交友身份清查 发现阿妙的老公阿淮也来自越南 而且人就在台湾 老婆失踪 老公肯定急着找人 他在埋尸附近的台南人的一家泡棉工厂上班 同时眼中他长相斯文 工作勤奋 警察找上门 他却泰然自若 在警方拿着图像到工厂询问 有没有人认识死者的时候 他先生没有任何的反应 对妻子失踪多时也没有报案 反应异于常人 在这期间越南外劳的社群圈里 一直盛传有人杀妻 通讯一个冲手杀死他自己的老婆在台湾 警方本来按边不动搜证 不料外劳圈传得沸沸扬扬 不能再等下去 捡警到阿淮上班的工厂展开搜索 锁定一个案件有关联的证捂 那黑色塑胶袋它比较特殊 它的特殊的原因是说 它这个袋子它是特殊杯葛 是这家泡棉公司去跟人家订的 客制化的 命案现场不是也有个黑色塑胶袋 65乘以62公分大小 这个在市面上 看不到这样的黑色袋子 比对了以后 发现一个很特殊的状态 就是说在透光照射的状况之下 它是有很多工具痕迹的 工具痕迹有独特性 宽度 条纹 呈现样态 同一辆机器生产就会相同 赶紧拿来跟包头的黑色塑胶袋 比对看看 透光检视之下 它上面的一些条纹痕迹 是完全是一致的 间接的是证实的是说 这个袋子的来源是同一的 标果头颅的黑塑胶袋 三毫米袋都在阿淮上班工厂 找到的一模一样 铁证如山 还有目击着看见外境男子 从阿淮住处拖出行李箱 三的证据都指向他 检方审压获准 鸡压一个多月 阿淮始终冷漠 仿佛置身事外 一方面讲他很爱老婆 一方面我们压起来之后 我们让他回到 去看他老婆的头颅 回到命案现场 甚至看他老婆的一些遗照 这些东西 他其实是无动很重的 很冷静的 不带任何感情的惨了 我该怎么去写这个起初书呢 怎么 什么都不讲 未取得阿淮自白 简请说之以礼 动之以情双冠齐下 承认跟否认的厨域是不一样的 心里什么石头压着 然后不敢去吐石出来 将法律无动于衷 简紧的想办法突破 知道阿淮为了让在越南的孩子 过得好点 李箱背景到台湾工作 聊聊他最疼爱的女儿 或许有机会 第一小孩子死了妈妈 然后小孩子也小 你难道要这么顽强 你难道希望你要终老 或是甚至死在台湾这个地方 小孩子都没有照顾 拿一些她女儿的照片 然后怎么样 给她看 分析给她听 还有那个李箱姐都跟她讲了 第二人 人家政绩都那么多了 也别再说好 终于第十一次接题 卡外认了 她痛哭流涕 悠悠地说出那一段要命的约定 我跟她老婆在那边开玩笑 在那边聊天 那个她老婆就问她 说你以后不可以有外衣 或者是怎么样 你如果有外衣的话 我就要把你那个 那个淹掉就对了 那你就说我有外衣 那你如果说你有外衣的话 怎么办 她就说你如果外衣 我如果外衣的话 我就让你斩成三块 多成三块就对了 过去的玩笑话 竟然一语成诚 一年后带到太太和情夫同居 爱恨纠葛 失手杀了最爱的她 阿妙讲说我要把孩子带走 为了小孩子 阿妙爱老婆又爱小孩子 她一死没办法被激到 这种的承诺 她可能认为说 我来台湾工作了这么久 不止一点 欠中介的钱都还没关清 我要失去我老婆 我要失去我的小孩 在这样子的情境之下 她常会在那个一秒一分钟 失去你自己 太太情面让她戴绿帽 还说要带走女儿 阿妙一想到 对视生命中 两个最重要的女人 晴天霹雳 愤恨充脑恩 她在乐的时候 她还大叫说 你外遇 你不配当孩子的女性 阿怀在新北市淡水 妻子租屋处杀了人 搭计程车 值班三百公里外的台南仁德 分刺气势 阿妙的头颅就被埋藏在 我后方这个芭蜡园旁边的草丛当中 就在这里几步距离之遥 旁边这栋绿色的铁皮屋建筑 就是她的丈夫所上班的地点 由于她可以居高临下 望着这一块田园 竟然就是 常放她太太失守的地方 而且仔细看 就这么一墙之隔 她仍然能够照常的上班工作 她的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她梦境里面说 叫她把她带回去 带回去台南 放在她工作的地方 她负责的那个厂区 是刚好那个角落 跟的围墙距离头颅 她的放老婆头颅大概四公尺 她每天可以去看看她 爱有多深就有多放不假 亲手结束爱奇性命分尸 仍然要时时刻刻相伴 阿淮和阿妙结婚多年 女儿六岁大 为了多攒点钱 夫妻俩陆续到台湾工作 一两年来 每次 几乎不停的 每个礼拜 有时候他们同事会要 要去台南唱歌 去欢乐 他都没有 他就是北上坐着车 默默地去台北陪他老婆 我们可知他是 他是非常爱老婆的 无奈分隔两地 小王介入 卖下杀鸡 被恨冲昏头 杀死爱妻 得坐牢服刑 也被迫和女儿分离 欢迎您加入这个小时的 周安组节目 我是杨如涵 节目开始我们带您来关注到 这起轰动两岸三地的重大刑案 这是发生在香港 2023年的2月 这都还没过完 21号这天晚上 就有一个母亲 她着急的向警方来报案 她说她的女儿失联了 完全找不到人 而香港警方也不敢大意 就赶紧来进行调查 而这个失踪的人是谁啊 原来是在香港时尚圈 有着影响力的名媛兼model 现年28岁的蔡天凤 她的英文名字叫做Abby 而翻开她的社群媒体 Instagram最后一天发文 是在2月15号 当时候她还登上了 法国时装杂志的封面 可以看得到她的气质 非常的高雅 而这样活跃在香港 和欧洲时尚圈的女子 怎么会突然间 就和家人朋友失去联系呢 甚至这都过了两天了 还是没消没息 家属心情如焚 就怕有一个万一 而香港西九龙的中案组 也赶紧就沿路调监视器 进行追查 就在这调查的过程当中 蔡天凤的母亲还做了奇怪的梦境 在梦里呢 她的女儿Abby就跟她说 她在一个有很多猴子 还有狗狗的地方 而这个诡异的梦境 会和她的所在之处有关联吗 究竟这个蔡天凤会去了哪里 2023年2月21号 这一天是星期二 晚上香港警方接到了一通 心急的报案电话 电话那头是一个母亲 她的声音颤抖又着急 她伤心地告诉警方 她的女儿似乎失踪了 怎么都联络不上 香港当局非常重视 案件很快地就从中央 转交给了西九龙警察总区的中案组 进行调查追踪 原来失踪的是现年28岁 这位五官标志 气质高雅的女子 叫做Abby 蔡天凤 她还接受巴黎时装公报 数字版的封面访问 外媒称她为业内最受欢迎 具影响力人物之一 释然染生起的新星 蔡天凤身家 他们讲说至少有将近10亿港币吧 一个这么在香港这么知名的人 而且她过世前七天七八天的话 还在外国的杂志媒体上 时尚杂志上 还刊登她的封面 以她当封面 在香港当然是很多潮流的 时尚的代表 登上法国杂志封面 她的香槟色洋装 加上珠宝首饰 更衬托出了蔡天凤的贵气 她是香港地区 有相当知名度的名媛和model 她的另外一个身份 更是香港知名米线连锁店 谈载云南米线创办人的媳妇 台湾人或许不大了解 香港人的话 对她的了解是 她在英国 法国 德国的时尚圈 都相当有名 所以你说这个 而且郭富城的老婆方圆 也是她的闺蜜 你就知道说 她在活跃于香港的这个时尚圈里面 家境富裕的蔡天凤 个性善良 热心工艺 从小父母更是用心栽培 而她在15岁 还在念国中时 就认识了她的前夫叫做邝广志 对方当时展开积极追求 最终才终于把年纪轻轻的 Abby追到手 18岁的她 全心全意爱上对方 就决定和她的前夫结婚 两人当时生下了一对儿女 不过婚姻只维持了三年 两人对外说因为性格不合 所以离婚 2017年蔡天凤和现任丈夫 Chris再婚 对方家世背景雄厚 是坛宰米县创办人之次 两人才刚生下一子一女 她对蔡天凤非常深情 两人甚至是从念国际学校 十岁时就认识至今 连蔡妈妈都对女婿非常满意 不只这个Abby有名气 就连蔡天凤的母亲 都在中国大陆的抖音上 具有广大粉丝 绰号无解的蔡妈妈 皮肤白皙 不只活药在社群媒体 更在抖音上时常晒出女儿Abby 看得出来母女俩的感情非常好 她一失踪之后 她母亲向警方报案之后 那个警方当然是当作大事 香港这座亚洲城市 在2023年全球安全城市指数中排名第六 不过即便如此 在过去的历史当中 还是曾经发生过非常多起 轰动一时的富豪绑架案件 蔡天凤突然的消失 大家也担心 她会不会是被绑架了 不过家属等了整整两天 家里电话都没响 21号失踪 23号当天却接到了蔡天凤前夫的电话 她的前夫旷岗志 打来和蔡天凤家人哭着说 怎么报警前都不通知我一生呢 而听到这家属直觉 怪怪的不太对劲 这个Abby会不会是遇害了 只是情财愁 有什么原因要让凶手杀了她呢 警方分析蔡天凤的生活 身为富家千金的她 救赎未财最有可能 今天是我在巴黎的第一天 我今天的行程就是拍摄杂志的封面 他们后来掉了很多的金色画面 只知道她上了那个前夫的大哥 就是她前大伯 旷岗节的车之后 她从此就消失了 那消失在哪里也不知道 原来蔡天凤即便离婚 还是和前夫一家保持密切联系 甚至为了支援前夫 还聘请了前夫的哥哥 来当私人贴身司机 2月21号那一天 就是因为那个蔡天凤 她的女儿是送到一个高级的 私人学校嘛 对不对 所以她那一天她时间到了 她本来要去接她女儿 就坐上了那个她前大伯开的 七人座的轿车区 那可是她的车子开到那个 狮子山隧道口的时候 突然间就停车之后 碰港之后从旁边就上车了 监视区画面中拍下了这关键画面 只是这一车究竟去了哪里 没人晓得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灵异事件 你知道蔡天凤的母亲 竟然连续两天 梦到蔡天凤跟她讲说 我现在待的这个地方有没有 旁边好多的猴子 而且很多狗在叫 那她妈妈就觉得很奇怪 香港这个地方寸土正经 有哪里是有很多猴子 甚至有很多野狗在叫 所以她就跟警方提供了这个线索 那警方当然很清楚 就在大跑 一开始警方原先认为 她被杀害的可能性极低 有可能是被挟持或是绑票 香港警方没日没夜 不断调阅线监视器进行追查 终于在失踪的第三天 有了新的侦办方向 而究竟这个母女连心 能否真的让警方找到 蔡天凤的所在位置呢 旋奇的事还不止这一桩 就在蔡天凤母亲 梦见女儿的晚上 现任老公克里斯 还在家中发现了一只飞蛾 原先他没多想 只是没想到这只飞蛾就在家里 停留了快一天都不飞走 仍然克里斯事后回想起来 觉得那只飞蛾 岂有可能就是蔡天凤回来了 既然知道大谷这个东西 那大谷跟这一家人 有没有什么连结 后来他们就从他们的一些 资料开始查之后 发现这矿港寺的爸爸矿球 他今年二月初的时候 才在这个地方租了一间房子 马上跟大谷连结起来 接下来我们要一块来确认 这个被通报失踪的蔡天凤 他的最后身影 最后他被拍下 他上了这辆七人座的轿车 而司机正是他前夫的哥哥 叫做旷港杰 为什么呢 因为他聘请他 作为他的私人司机 只是最后这个车 到底开去了哪里 警方沿路追 就追到了香港大谷区 龙伟村的住宅 而夸张的是 租屋的人竟然恰巧 就是蔡天凤的前公公矿球 而且还在这里头 发现了许多蔡天凤的随身物品 还有证件 还记得他失踪当下 手上拎着的那个名牌包包 也在屋里头被找到了 而且还在里头发现了 很多小家庭 不会用到的大型刀具 甚至还有碎肉机等等 而就在这时 警方发现屋里 有两个大汤锅 放在炉子上面烹煮 这汤里有什么呢 警方一追查下去 有了惊人发现 警方追查发现 在转蔡天凤的车子 开到了香港新界 大谷区的龙伟村 这里位于香港东北方的郊区 是一个靠海的村落 交通不算方便 距离蔡天凤上车地点 香港九楼 至少11公里 车程将近50分钟 而且当地住宅类型 大部分都是村屋 也就是台湾说的 透天错 周边不是山 就是海 和蔡天凤 平常活动的市中心 可以说天差地远 而眼前这栋三层楼的住宅 是蔡天凤的钱公公 矿球租下来的 线索全指向这一家人 跟蔡天凤失踪案有关 警方只搜索票 进入钱公公 矿球的租屋处 果然在里面找到了 蔡天凤的随身物品 现场是大埔龙美村 一间村屋 警方在屋内发现 28岁姓蔡女死者的 身份证和信用卡 消息指正是 星期三失踪的 谭仔迷线创办人 谭泽君的媳妇 蔡天凤 对比当时蔡天凤 上车前的身影 手上提的 就是这款名牌包 接着再继续搜 有了更惊人的发现 里面根本 除了说租了这个房子 里面你如果不知道的话 还以为是一个土宅场 小型土宅场 你知道吗 那里面包括什么碎肉机 堕肉机 堕刀 砍刀 甚至什么 你说作弯工具 面具 还有那个塑胶 的那种 一用俱全 所以他们就开始就觉得 这个地方不寻常 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在里面 那现在蔡天凤到底人在哪里 他们当初就有不好的预感 一个地处天乡又平凡的村屋 屋子里满是疑似分尸用的器具 让人不得不怀疑 失踪的蔡天凤可能遇害了 香港警方赶紧先把开车的人 也就是蔡天凤的钱大伯 邝党杰 还有租屋的钱公公邝球 以及钱婆婆李瑞香 三个人先带回来征讯 但他们却什么都不肯说 警方也在同一时间继续在屋内搜索 警方以谋杀罪 拘捕了蔡天凤前夫的父母和哥哥 有村民说案发的村屋 空置了几个月 最近都没见到陌生人出入 不过有一辆白色车 停了在屋外面 这辆车是新的 都没有一个礼拜 警方同时也对案发现场 周遭邻居做访查 有人说曾在案发前后 警告讨价生 还有不寻常的机械生 警方不排除 就跟命案有关系 从车子追到房子 而在房子里又追到了 疑似蔡天凤遇害的证据 而证据就在屋内的冰柜里 租屋等矿球一家人 平常都不住在这儿 这么大的冰柜里面会放着什么 警方打开一看 记得还有一个画面出来 在那个里面房子非常的干净 你知道吗 里面就只有一个沙发 然后一个雪柜 就是我们讲的冰箱 冰柜 冰柜是一个直立式的冰柜 后来冰它的遗体 他了解 警方在屋里面的雪柜 发现他的残尸 相信是最近两三天遇害 拉着三个死者前夫的家人 原本家属还抱着一丝希望 但随着警方找到 在冰柜里的双腿残之后 这个希望也跟着破灭了 失踪的蔡天凤确定遇害了 而且还被残忍肢解分尸 更离谱的是 腿部残肢的肉还被削了下来 深可见顾 村落其实只不过是 几个礼拜之前租的 租了以来 里面其实没有什么家私 只是一个 我们相信主要是 拿来准备 肢解受害人的一个地方 大概都是手人手为 怕人家认出这个人 尤其把鱼、手都剁掉 更是因为指纹的问题 你可能想说 住轨后 你人家都免得上来 在屋内检走多件证物 包括铁锤、牛肉刀和面罩等 这些屋内物品 通通不是一般家庭 会使用的工具却出现在租屋处 而当时警方还在屋内的锅炉上 发现了两个和半个成人一样高的 骨锈钢汤锅 打开一看 里面装满了汤汁液体 但见识人员一看 不对劲 还有两棵有人体组织的汤 相信死者被人碎尸 其实这个锅里面是 液体是满到顶的 全满的 可以说整个锅是 最高层是有很多层脂肪凝固的液体 就像啫喱形状的物体 而也有很多汤渣 我记得好像有红萝卜、青萝卜等等 也有一些肉碎 我相信当时是人体组织 所以为了证据的完整性 还有不想令到锅里面的重要的静物被损毁 我们就决定将整个锅原封不动地 就由这里滚到去脸房 而等候发意进一步的检验 最可怕的是它里面还准备了一个松口瓦斯炉 它最后的遗体是放在一个汤锅里面 所以从头到尾在这个大浦的地方 它就是要来坐上后的 怀疑汤锅里的肉块液体都是菜篇碰的 胸弦不但肢解分尸 还烹煮食块 甚至加入青菜萝卜 一起炖煮 为的就是要毁食面积 你如果第一个要破坏死者DNA 你只要煮藏了一百度 就DNA就破坏掉 是喔 对 你DNA就破坏掉 只剩牙齿 然后你整个破坏掉之后 如果你就要毁食面积的话 最好就是让猪来把它全部吃掉 这个猪 让猪吃掉 对 猪去吃这个厨物 这部分骨头或什么 猪是可以把它全部吃掉 为什么 因为其实有人特别研究过 一只公猪 250公斤的公猪 它的咬合力大概跟一头狮子一样 他今天煮的那锅汤里面放红萝卜 为什么 两个可能 第一个 人解剖之后 人的里面的油脂是黄色的 猪的油脂是白色的 跟动物不一样 人的味道也不一样 然后就听说人肉減減了 所以他用那些萝卜 千菜 蔬菜 就是要把这些味道压下去 整锅弄好之后 他把它当厨仪倒掉 没人会讲话 慢慢分批倒 一天倒一点 一天倒一点 他在那边一个月的时间 我相信他只能把它消灭掉 就怕漏掉任何一点线索 警方小心翼翼地用塑胶袋套住汤锅 为的是不要让一体撒出来 还放进蓝色箱子里 更谨慎地躺上车送去化验 没想到借事人员把锅子打开一捞 赫然发现一颗头骨沉在底部 不受锅汤锅里面 发现了一个头颅 因为我们初步检验 这个头颅属于一个年轻的女子 我们相信是这次案件中的受罚人 几乎被煮透的头颅 还好被警方及时找到 才没让证据统统消失 牙齿就往往是 因为人身体里面最硬的一部分 但我们的研究报告来讲 他说现在你的DNA可能被破坏了 我找不到DNA可以享用 可是今天这个牙齿银 我们这个齿银 牙齿跟骨头头骨最硬 你要一千步以上就要帮它打烧 那你这个牙齿只要以前蔡天凤有 就医 牙科的就医之一物 它的齿膜就可以进行比对 所以就可以确认说 这个头颅到底是不是蔡天凤的 但盗案的三名凶嫌 对于蔡天凤的石块下落 他们一个字都不提 也让案情陷入胶着 警方只能再把周边监视器看一遍 果然发现了 港媒也曝光一张监视器截图 疑似嫌犯搬走一个大箱子 不排除是气势过程 这一张监视器截图 画面中的人疑似就是蔡天凤的前大伯 旷港节 他手上的白色塑胶箱 里面装的很可能就是石块 空头曾经在22号的早上等了几代的重要证物 可能是人体残下也都是有机会是一些受害者的衣 还有电话 甚至乎一支空气等等 纵使警方努力查 甚至还出动水鬼队把附近水域通通搜盘 附地上也针对各大垃圾场做地毯式搜索 远景换上整套防护衣 每个角落仔细翻找 就是希望尽速找到剩余的石块 但是其实我们还有很多身体的部位没找到 手和身体的驱缸 主要的驱缸等等 都完全没找到 我都明白如果是日子久了 其实对于搜查是很困难 但你都找到机会越来越美 但是我觉得只要有任何线索 我都不想放弃 我想尽量希望能够找到记得多 这时把衣给了香港警方一记抢新针 从锅子里捞出来的头骨上 发现疑似致命的原因 头颅相算完整 但是估计有人曾经企图击碎头颅 头颅诱饵上方有撞击痕迹 伤口大约是6.5公分乘以5.5公分 那是谁下的手 警方持续追查发现 太天峰上了前大驳逛港节的车 但车子在途中曾经停下来 有一个人上了车 而那个人就是太天峰的前夫 放本至 香港它是右驾 近不近的 它是开车的驾驶在右边 它靠边停的时候 人是从左边先上来的 所以它第一个先上车的时候 在这个太天峰的时候 它是左边先上车 过得到的最到 它自己讲 它先生接着上车 等它先生第二个上车 上车等于是我坐在左边 降金200万港币 约台币780万 还要求活捉并带到警局 除了蔡天峰现任夫家和香港友人 在网路上发文给悬赏金 蔡天峰在台湾的好友也抛文说要增加金额 两边加起来上千万台币 就是希望快点把前夫矿港制逼出来 交代清楚 早前有人在网上圆红尋找一个姓矿的男人 据了解就是死者的前夫 消息说他原本准备潜逃离港 今天他就在东冲一个码头被捕 就在蔡天峰前夫矿港制要潜逃之前 警方逮住了他 后续也把涉嫌窝藏他的人 也就是蔡天峰前公公矿球的情妇 五姓女子抓了回来 港警调查47岁的五姓女子 是死者前公公的情妇 涉嫌在奸杀罪租屋协助窝藏死者前夫 涉嫌杀害蔡天峰还分尸同时的嫌犯 陆续被弃捕到案 接下来警方要厘清 是这一整家人 到底是为什么会如此残忍 杀害曾经是自己的妻子 媳妇又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蔡天峰呢 名媛蔡天峰和他的前夫矿港制 两个人的婚姻划下休止符之后 蔡天峰并没有因此和矿家人划清界限 据传这个蔡天峰他竟然前前后后 七年的时间资助了矿家超过十亿元的港币 而这矿家人感激都来不及了 怎么还会痛下毒手 狠心将他分尸呢 这一家人到底图的是什么 而这追查下去就发现 这矿家人根本就是真实版的寄生上流 这是2019年韩国黑色幽默剧情片 讲述贫困的一家四孔 靠着群带关系及阴谋诡计 以虚假的身份成功换进有钱人家里 而发生一连串耳鱼火炸的故事情节 而这起蔡天峰遭分尸案 也宛如是真实版的寄生上流 这个根本就是寄生上流的一个真实版 真人版对不对 为什么这样讲 其实这一次蔡天峰被分尸案 这个主要的导火线 其实就主要就是蔡天峰这个人心地太过于善良 香港媒体几乎都用有爱心 善良来形容蔡天峰 因为他本身养狗也非常喜欢动物 常为了这些毛小孩出钱出力 自己还创办了爱报式爱心慈善机构 但他不仅爱动物 他的善良和爱 更展现在对前夫一家人无为不至的照顾上 因为他15岁认识了旷港制嘛 对不对 18岁因为经过三 三年的追求 他实在是受不了 一个人追求你三年 而且是这样全力追求的话 哪一个女人可以受得了 好啦 那时候年纪小 就接受他了 跟他结婚之后 没多久他们就生下一对儿女 可是毕竟两个人的生活差距 观念差太远了 所以还是没办法 最后他们还是离婚收场 与旷港制的婚姻画下修举服 但他和前夫一家人的关系 并没有因此画情解线 可是离婚之后你知道吗 蔡天凤就能觉得说 我现在一对跟你生了一对儿女 对不对 那这对儿女以后要跟着你们家生活 那我不能苦不能苦的小孩 所以就连带对你们这家人好 你知道他给他好到什么程度吗 他们给他吃好穿好住好 你看开名车 而且常常去吃美食 不想因为离婚而苦了孩子 不只吃穿的蔡天凤 依旧让自己成为前夫一家人的 无限额提款机 从食 衣 住 行 到娱乐 他都面面举到 其实蔡天凤在几年前 三四年前 他又花了七千两百八十万港币 买了这栋豪宅 这栋豪宅让他们一家人住在里面 位在香港 何温田加多立山的这栋豪宅 建筑密度低 隐密性高 入住的屋主非富即贵 而当时蔡天凤是以港币七千两百八十万元 相当于新台币两亿八千多万元买下 但这栋豪宅他自己没有住 住的是前夫一家人 甚至房子还是登记在 钱公公矿球的名下 蔡天凤的前夫 邝港志一家 就是住在这个实用面积 有成一千八百二十平方尺的豪宅 假天花配上云石地板 四房三套房间隔 装修奢华 除了钱公公矿球 坐有千万豪宅之外 原本无业的钱大伯 邝港杰 也被聘用担任 蔡天凤的私人司机 但这样一个司机 却时常炫富 展现自己的奢华生活 像那个邝港杰他就常常 没事就在你IG上 四群男女po了一个 你看还喝名酒 对不对 吃个豪餐 甚至还po他什么 开名车 开个游艇出海去游玩的样子 之后还拍了两个人 回家跟蔡天凤 回家这时候 兄妹情多好又多好 其实是看中他的钱 旷港杰的社交平台上 常可以看到他和蔡天凤 贴脸合照 他还不断以兄妹相称 不知情的人光看照片 还真的会以为 两个人交情深厚 而蔡天凤 63岁的前婆婆李瑞湘 也是攀着这个 无缘的豪门媳妇 继续享受人生 吃香喝辣 其实钱婆婆李瑞湘 不遑多浪 20162017的话 他跟法院申请破产 破产之后 一个破产的人 每天出来身上穿的 都是名牌衣服 背着名牌包 跟很多名门贵妇 都去吃下午茶 出入那个场合 你觉得这像一个破产的人 他为什么可以过着 这么豪奢的生活 就是因为蔡天凤 给他们公民了很多 蔡天凤的钱公公矿球 钱大伯矿岗杰 还有钱婆婆李瑞湘 全都搭上了这班黄金列车 而蔡天凤 习日的枕边人矿岗志 即使和蔡天凤离了婚 但前夫一句 想做鸡蛋糕生意 蔡天凤二话不说 便偷出了100万元港币 当赞助金 最后不止钱没赚回来 还逗赔了400万元港币 而这个旷港志原本在案发后 想要前逃出境 但在码头被香港警方逮得正着 他下午大约1点在东冲被捕 之后被压到红磡警署调查 警方说他原本准备 在东冲发展码头潜逃离开香港 据了解他当时身上有超过50万现金 还有几只名标 价值大约是400多万 早应该和框家分道扬镳的餐厅后 却在这一家老小身上 前前后后花了超过上亿元港币 但人总要知恩土报吗 怎么框家一家人反而都成了整起分属命案的嫌犯 他们到底有何居心呢 香港警方口中的巨额金钱纠纷 据传就是挂在钱公公矿球名下的那栋豪宅 因为蔡天凤有了其他的打算 没想到这个举动疑似成了导火线 前几年大家都知道 疫情爆发之后 香港有那个房价是跌得很深 那好不容易现在房价要开始回稳 慢慢回稳 他觉得说现在没有什么亏了 当初买了购物价没有什么差距 我干脆就把它变现 变成现金 我再买另外一个房子比较便宜的 让你们去在那边住 那当然条件也不会太差 哪知道他这次要把房子收回来 所以叫挂家卖掉房子 挂家就不答应 人家就觉得说 其实就是因为这次房屋的买卖的问题 才导致蔡天凤被这一家人杀害 除了豪宅的买卖问题 可能引爆杀鸡之外 还有一种说法是 旷家人根本就在觊觎蔡天凤的遗产 因为蔡天凤和现任老公Chris 没有注册登记结婚 一旦蔡天凤有个三长两短 旷家人会是直接的受益者 如果他有一亿的港币资产的话 他现在的先生那边可以分五千万 他前面的先生那边两个小孩 可以分到五千万 那因为小孩没有成年的时候 钱必须由他的家长管理 那他这样就是他的前夫嘛 那前夫或者他前公公嘛 他说提出证明是孩子我在养的嘛 就帮他代表五千万港币嘛 但要谋划杀一个人哪有这么容易 偏偏旷家老爷旷球 人称球哥的他 早年是香港警察当过警长 曾经货颁香港警察长期服务奖章 对警方侦办技巧可以说是良弱执掌 但他的争议也不少 曾经在调查一宗刑事案件时 涉嫌性侵当事人 他因此自己提了辞呈 离开了警戒 旷球以前是个警察 他在1997年就是英国皇家警察 那个时候的警察多嚣张多坏多可恶 真的 你看那时候的警察 你看以前雷诺专那种电影里面 又要吃又要贪又要黑 对这些黑道辽若指掌 好像比黑道还黑道 所以他旷球就本身就是一个 很坏的警察 但要杀害蔡天峰这样一个 对旷家有情有义的人 就已经够残忍的了 但他们一家人却合力将他分尸 甚至入国后主 这套杀人剧本 原来背后还有更深的阴谋 蔡天峰的尸体全部都毁尸灭积之后 你找不到没有任何事证的话 那即使说你有什么情境 情境线索或者是什么什么 其他的线索的相关矫正的话 可是你找不到尸体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 这个案子我可以引导警方 到时候如果在庭上开庭的时候 在侦查的过程之中 可能会变成误杀案 旷球你自己身为警务人员 你熟悉洞悉这些法律嘛 你办过的案子也好 你还得过奖 你知道你的法律 你今天做这个事情是误杀 你做的这个事是谋杀 刑期不一样 那是没共用的那没共用的 你的误杀是最轻的可以反 那个判罚金还刑的 谋杀最重的是可以终身监禁 随着村屋里的证据一一浮现 框架这一家四口的涉案程度 也越来越深 但其实香港警方形容 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杀人案 从计划到执行 有着一套完美的剧本 跟七学同学西柱不放 那你这个财神医要跑的时候 你就把它断尾求生这样吗 香港媒体也推测 有香港警长背景的 蔡天凤前公共矿球 恐怕在整起杀人案中 担任了军师统筹的角色 由两个儿子分工 同时执行杀人任务 这个房子我们刚才讲到房子 是二月初就已经租好的 所以当他一月想要卖房子的时候 他的公公在二月初就已经想好说 如果你要卖房子 那我就来杀人你 有了杀人念头 他们选在二月二十一号这一天 下手行修 那天蔡天凤的前大伯旷岗节 一如往常开着车来载他 这时候的蔡天凤丝毫没有察觉 这些恶魔之手已经慢慢伸向他 要将他推入暗黑深渊 蔡天凤 他的女儿是送到一个高级的 私立私人学校 对不对 所以他那天他时间到了 他本来要去接他女儿 去坐上的那个 他前大伯开的气垫座的车车去 那可是他的车子开到那个 四十三岁大 孔的时候突然间就停车 上车之后后来是一种 为什么警方猜测说 他们应该在车上就曾经有 口角跟冲突 而且那个时候 蔡天凤可能就一直受伤 因为后来那个七人坐轿车 在后座查到了蔡天凤的血迹反应 受了伤的蔡天凤 可能直接被矿氏兄弟 载到大浦龙尾村的这个村屋里 接着包括他的前公公控球 前大伯矿岗节 前夫矿岗志 三人合力将他杀害 消息说死者前夫的爸爸 做过警长 2005年离职 初步相信他和两个儿子有份动手 妈妈就知情和参与事前准备 除了矿氏一家人参与案件之外 还有一位蔡天凤前公公矿球的前妇 绰号荣荣的吴志荣也参与其中 而这个荣荣的废子 似乎在分射案中 被矿球委以重任 你要分射不是一般人都可以分射的 这个关节很多地方呢 你是没办法处理的 他的公公的前妇在按摩 那他对你的人体结构很熟悉 对 这起香港名媛蔡天凤分射案 下手行凶的 竟然是他一路扶持的前夫一家人 蔡天凤那一天踏出门 他绝对想不到的是 自己会踏上了黄泉路 再也没有任何回头的机会 在香港这个蹭土蹭金的地方 想要有一间自己的房子可真不容易 所以不少人都抱着一个想法 不怕鬼更怕穷 只要这凶宅的价格低廉 自然是成为小资族的首选 而香港就有位知名的凶宅达人 叫做五冠流 他买卖过三十几间的凶宅 就在蔡天凤命案发生之后 也有人就向他请教 说有没有意愿买下这一间村屋 这个五冠流他竟然沉没了 蔡天凤遭到前夫一家人残忍分尸 甚至入锅烹煮 尽管矿家一家四口 包含蔡天凤前公公矿宿的情妇 接连落网 但残忍的作案手法依旧震惊全球 随着案情曝光 这个案发地点大浦荣尾村的村屋 也成为关注焦点 甚至还有民众分享 自己过去来这片小区 看房时录下的一片 那案发现场照片一对比 就是同间 白净利落的装潢加上方正格局 怎么看都是一间温馨的住宅 但谁也想不到 近年后这间房子 居然成为新闻头条的碎事案现场 发现命案固然可怕 但在香港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 想要有一个房 谈何容易 所以有许多人都抱持着一种想法 那就是穷比鬼更可怕 在我国的香港地区 住房一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因为人口密集度非常高 并且地价那十分的金贵 从而导致连凶宅有事 也变得十分的强手 有一种行业 也随着香港高房价应运而升 那就是凶宅投资者 顾名思义就是专门进行 买卖凶宅的人 大家就想说 好凶宅要去找谁 就问这个五冠流 五冠流在20年来买卖过 30间的凶宅 他最著名的成名作就是 他为了买凶宅 连老婆都可以处理 老婆可以处理 对 他带老婆去看房子 然后看看他就跟老婆回头 讲说这个房子你觉得要不要 结果突然之间 他老婆是女生 突然之间他老婆竟然 讲出了一个男生的声音 就说可以啊 声音变了 不同的人 对 他用男生的声音 从他老婆嘴巴讲出来 说可以啊 那算你便宜一点 他听到这句话之后 大家不是会吓傻吗 这老婆被附身 他竟然没有 他竟然跟他讲说没关系 那就把他买下来 就是这样一个 连碰上诡异事件都能面不改色的 凶宅专家 在发生碎事案事件之后 大家也很自然地想到他 所以大家就去问这个五冠流 想说好 那蔡天峰发生这个 这个村屋的话该怎么处理 他就问他一个价钱 他就说至少五折 五折的话应该有机会接 然后他就说那五折 你要不要去看看 他去看看他就顿地了 他就突然想一想 他就说恐怕不行 见多事广 看过无数凶宅的专家五冠流 听到蔡天峰的案件 他居然犹豫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让买骗无数凶宅的达人 也不敢出手 这个地方太有名了 太有名的情况之下 最好是不要 而且他讲到一个重点 这个东西你改 格局也改不掉 因为他是联动的一个存物 对 你这个地方发生不明案 无法翻新 你要怎么翻新 最后他讲了一个重点说 这个东西太凶了 如果要的话 恐怕全部拆掉 蔡天峰案不止香港 甚至闹上国际新闻版面 成了震撼全球的大事件 也因为实在太出名 短期内想要转手 或是出租都相当不容易 你说这个房子要凶的 要拆掉重建 全部拆掉之后 可能要铺第三年 然后你慢慢地弄之后 让大家忘记这个东西 不然你看你这个 所有的画面都清清楚楚 再加上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 托梦的事情 还有一些灵意的事情 参考大浦龙尾村当地的房价 透天错成交价 大约落在新台币 两千万元左右 但因为这次发生的命案 手段太过残忍 专家都认为周边房价和租金 势必也会受到冲击 就算想卖也卖不掉 恐怖烹尸案 就连屋主也成为这起命案中 无辜受到牵连的人 不得蔡天凤令案 招魂的法师就说 因为死者的遗体被肢结绞碎 所以他的魂魄也跟着四散 需要统合归一才能得到超度 所以在这一次的招魂仪式中 就使用了一种非常特殊的 叫做六人招魂大法 要让这个蔡天凤可以顺利地 入土为安 香港名媛蔡天凤遭到残忍分尸 震惊全世界 不过案件能破除了警方 稀有不舍得追查之外 明明之中仿佛有一股神秘力量 在协助警方正败 彭彭说跟他妈妈说 因为他跟他妈妈感情非常好 然后跟他妈妈说 他在一个很多狗叫 然后又有刚刚讲的很多狗叫 还有一些猴子的动物 跑来跑去的地方 然后最主要是在梦里面讲出 大谱两个字 从报案到逮捕 雾名相关嫌疑人 仅仅72个小时 除了蔡天凤 进入到母亲的梦中 只已遭到杀害的地铁之外 就连他 蔡天凤现任的丈夫 也碰上了诡异 难以解释的现象 据说蔡天凤的丈夫Chris 在案发后发现 家里突然飞进一只鹅 而且整晚都没有离开 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这不得不让他联想到 这会不会是满腹冤居的太太 回来看最爱的家人呢 而邝家人中最后一个落网的是他 蔡天凤的前夫邝岗志 谁想得到昔日的枕边人 竟然或通家人成了杀人凶手 我通道警方 原本蔡天凤的前夫早就带了50万元 港币现金和价值400万元的手表 准备前逃出境 而就在码头前 香港警方少一步将他逮住 逮捕归案 或许是冥冥之中注定 让蔡天凤可以沉冤昭雪 否则再晚个几天 当这一家人将蔡天凤的遗体 汇湿灭积再前逃出境 那可能命运之死 要再兜出真相 增添了更多变数 死者前夫一家四人 分别被控谋杀和妨碍司法公正 今天提堂 四个被告 由警车押送到九龙城裁判法院 死者28岁前夫 哥哥和爸爸三人被控谋杀罪 而前夫妈妈被控妨碍司法公正 而在蔡天凤死后 网友大量涌入她的社交账号 翻开之前的贴文留言围 就有一位长期关注蔡天凤的粉丝 很惊讶地发现 有几篇曾经隐藏起来的文章 突然被转成公开 资深粉丝相当疑惑 表示不知道现在 使用这个账号的人是什么居心 对方的目的和案情又没有关系 目前还没有人可以解答这个问题 而整起命案 除了粉丝身心难过之外 最痛苦的莫过于蔡天凤的家属 蔡天凤的头七当天 家属在案发地点大浦荣卫村村屋 举行招魂仪式 死者蔡天凤的妈妈哭到几乎昏厥 画面让人看了十分心疼 由于蔡天凤的遗体 还有部分的石块没有找到 人死如果没能留个全尸 在专家眼中也是最难处理的案件 在传统认知上 很多人会觉得 死者是因为含恨而离开 所以屋内会留下他们的怨气 更有民宿专家认为 要是招魂没有完成 恐怕死者无非离开 之后就算真的有人敢接手这间凶宅 也很有可能碰上官室 招魂只扎了一个职人 在香港他们有一个道教法术 叫做六刃科医 可以请附近的山神土地公 帮我这个地方先围起来 里面如果有要找的人 魂魄可以请他过来这个地方 在民间流传着一种六刃法术 因为重大刑害死者的魂魄 通常会六神无助 需要借助神明力量 来协助死者残破的灵魂 更加完整 分尸案车祸 因为人在惊吓之中 极度惊吓 人都是离体的 或会聚集起来 所以你要弄一个人形 告诉他说 你不要再去找你的肉体 那个肉体已经都不见了 那是过去的臭皮囊 我现在帮你换你一个人形 那请你的魂魄 聚在这边过去找你 所以这个信号是相当的顺利 召回仪式顺利进行 蔡天凤的家属 也希望仪式完成之后 能尽快找回所有尸块 让一向暧昧的蔡天凤 能入土为安 但他家人内心所受到的冲击 恐怕不会这么快回归平静 只能让时间慢慢抚平 在今天这个小时节目当中 我们带您看到了 这一起香港民园的分尸案件 整个案子从头到尾都令人难以置信 人心捧测 做人除了要善良之外 千万要留一份警觉心 随时保护自己 感谢您这个小时的收看 我是杨荣涵 我们下周再会 台湾大戴纸 五趟半会计 各位好 我是巨像 我是雨昕 台湾大戴纸长期以来 为大家搜罗全台湾的重案 还有那些难以理解 不可思议的奇人奇事 邀请您加入我们的YouTube会员 给我们最大的支持跟鼓励 你在加入会员之后呢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专属的徽章 就可以跟着我们来看全台湾 更多非常离奇的社会案件咯 台湾大戴纸 您的加入 就给我们最顺励的鼓励跟支持 不成本会计 赶快动手 加入我们的会员吧